Pokemon 火熊 Hello 各位觀眾大家好,又回到Pokemon 的非洲版火熊 上次講到應該是打完寺院塔堡的塔頂拿了精靈笛 然後我們現在就要打完之前未打的草藝道館 OK 還有想跟大家匯報一下這個非洲版本 今集開始我會把很多的不是必要的戰鬥都會剪掉 因為有些太長,有些很容易打,已經不會足夠我打 所以譬如這些道館就留下它,或者街邊的怪我就會剪掉 OK 這些都已經不是我的對手 這些都沒有 我這些40多 不過噴火龍一個人未必打到尾 所以最後還是要換另一隻寵去升 讓我研究一下換哪隻寵去升 好,彩虹道館 再次捧攻擊 噴火龍絕對打這個沒有難度 有招普通技 OK 100%命中的劈開 因為噴火龍還要是火飛屬性 簡直是圓黑草 圓黑草 我就算飛行技用完,我都有火技可以打贏它 打這邊 好,再見 分分鐘這邊也是一下秒 秒吧 馬黃花 完全不會打贏我 基本上 打完這個道館之後應該就是四個徽章 四個徽章之後就要去到毒系道館 對 唯有拿單車回來會長拿單車的兌換券 好,然後我們就可以叫卡比獸 卡比獸我應該不會用 但是我想要他的正反 我想要他的正反 所以我還是會捉到他 我們看看 咦,他沒有正反在身 那我們不打 我們不要他 他沒有正反在身 我剛剛留意到 我們不要 OK,不要了 卡比獸 沒有什麼用 在這裡只會成為沙包 我們有幾隻精靈 13種 如果想要護符金幣就要40隻 我們不需要護符金幣 這裡可以飛就飛 為什麼是屬小 難道我的敬敵就是爛禮 沒有了 他一屬小我就玩完 我全隊都打不到他 哈哈 為什麼 好,來到淺紅市 淺紅市就有個學習裝置的研究人員可以拿 他好像要30個圖鑑 50種嗎 50種好像有點困難 我是不是決定不拿呢 50種真的有點久 但是我現在才十多 怎麼會有牌 我們一邊打一邊想想 這裡我們先清掉 這裡我們先清掉 其實50種都OK的 不是說很難 逐多40多隻 OK的 先把這裡全部清掉 如果一隻噴火龍可不可以打到尾尾呢 其實都可以了 有機會 行不行呢 好像又不行 因為噴火龍應該還沒大力到可以一下秒人 好,不說那麼多 我們先進淺紅道館 先找這個管主去領教一下 這裡就是擁有超多的爛泥的道館 超多那些什麼縮小的東西 好 這隻又是高特防 麻煩的 一樣都是用飛行技 這個噴火死了 這隻刺牌攻擊也是 這隻噴火吧 阿帕死了 阿帕怪 阿帕怪 好 這裡 他這裡沒有爛泥 還是管主才有爛泥 可能是 可能是管主才有爛泥 糟糕 會不會輸呢 應該不會的 OK沒有輸 有沒有藥 有沒有藥 有沒有重新 有,有重新 那我不用走 一會買多些藥出去 好 好 我們來會一會 這個管主 好 來了 噴射火焰 爛泥出來了 爛泥出名 爛泥出名 是坦寵 噴射火焰應該 對他最高傷害 滿毒 滿毒都好過縮小 也是噴火 毒氣雙子 可能刺牌攻擊會好一點 噴射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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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一走 阿花射 不會死吧 OK剛剛好 唉好 搞定 也是噴火 對 瘋狂攻擊沒什麼用 瘋狂攻擊不夠攻 好 之後我們就進去這個原野區 在原野區找回這個招式機 以及他的管長 管長嗎 是不是那個管長的假牙 看看 是不是這條路 不太記得 是不是這條路 對了對了 精靈球 可以不用撿的 那我們就不理他了 簡單 順便收集一下精靈草套監用 這條路 這裡是向這邊走 沒有 糟糕了 我覺得 好像走久了 可能不夠時 可能不夠步數 過到去 因為進來原野區 撿兩樣東西 一來就是 HM03衝浪 另一個就是他假牙 假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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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假牙 假牙好像在這裡 有沒有誰可以學到沖浪 沒有一隻色 還是這個 有了假牙 可以了 拿了 今天搞定了 好 等現在出去了 蛋蛋不捉了 這些捉過 我們順便捉一下精靈草套監 這麼久也捉不到 其實這隻很難捉 蘑菇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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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鐵蟹蟹 應該很容易捉 鐵蟹蟹蟹 還是因為非洲版 他的捕捉率改了 我覺得是 因為之前也試過 把精靈都捉了很久也捉不到 這隻更加捉不到 吉利蛋怎麼捉 吉利蛋很低 不知道是幾%的捕捉率 有什麼可能扔這麼久才捉得兩三隻 好 不關那麼多 我們現在去給那個假牙 給那個人 HM04 HM04 可以獲得這個推石技能 推石應該我們很多食 對 我們很多重食 給阿帕蛇 阿帕蛇 這些工具重 好像是神奇糖果 對 神奇糖果 沒什麼特別大作用 這個 然後回去回血 下個地方應該要回到金黃市 金黃市去到火箭兵團基地的位置 預計打那些兵仔不會太浪費時間 所以我們直接跳去打小貓的關 好 回來了 現在來到這個大廈 希魯夫公司 基本上差不多到 所以我們就 在這裡開始 OK 這些沒什麼難度 這裡可以睡覺 一個噴火龍 應該打得七七八八 除了他的水箭櫃 他第一隻應該是大被鳥 噴蛇火應該是妙的 水箭櫃是難打的 但不要緊 然後我們用鴨蛇 才能降到他的攻擊 然後 隨便的 對面水箭 對面水箭 我們用地鼠再用 掘地洞 先拿下去 嘩 守護 OK 已經守護了一回 這裡很可笑 這裡 刺牌攻擊 多不多 很少 我們要打多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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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暈赤火焰 這裡直接用三地鼠 泥湯沙地獄 沙地獄 沙地獄應該不太痛 他應該最痛還是掘地洞 試試泥湯 口少 不要不要不要 還是不要 噴火 降低攻擊 降低攻擊 不要緊 降低攻擊 還是其實我也試試用噴火 這個噴火很少 我們怎樣都要用地鼠打到差不多 大概三分之一 為什麼他現在不死 現在幾年不死搞錯 水槍 這個量都OK 不差 我覺得 噴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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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沒有機會 應該都有機會 對面護主犬 我們準備了一筆 剛才好像沒有買到藥 不過應該夠的 我們有一支超級雙藥 應送 就憑你護主犬 就憑你護主犬 想贏我 猛撞對面 彈彈 OK再見了 富敵 富敵比較麻煩 噴火應該也會死 沒錯 他最難打的就是水箭龜 但因為水箭龜 他本身 本身是克制著我 所以是難打的 但因為level壓制 他也不會贏到我 這個應該就是 拿背背龍的精靈 然後就沒什麼特別 會不會用呢 就遲些再想 噴火 富敵龍其實都OK 都可以用 因為他始終有一個 很強勁的血 不過你不要期望他速度有多高 的確不是很高 沒什麼特別 我們直接開一波 不需要理會他 說那些事情 37你的尼多力落 噴火沒問題 西牛 西牛 地鼠 沒問題 殺 這個掘地洞 嘩 好痛 先想想 好像用雅八蛇 說一說他的弓好像安全 咦 我們燈了眼一下 但好像沒意思 因為我噴火的話 應該是噴火痛的 OK 可以 代龍 應該都不會一下死 但我會不會一下死呢 憤怒 應該沒事 憤怒這招技很低功 來多後 我再見 來多後這些 輕鬆 你破壞了希魯虎計劃 不要忘記 這裡是我們火子兵團所作 什麼存在 還是什麼 OK 我們拿了大絲球 然後我們可以離開這個地方 這個地方 其實我不是打了很久 所以很多小兵 我都沒有打到 都不要緊 因為其實都不差很遠 我覺得 還有這裡有格鬥系 格鬥系 我們其實不打都沒有所謂 我們先打了拿茲 那拿茲這個 就 不會難得去哪裡 因為我大概知道他的精靈 的防禦力應該不多 可以直接來到拿茲這裡 來 一樣噴火龍 一直噴到尾 其實可能這樣真的 沒什麼這個 沒那麼好看 看著我虐待對面 哈哈 神經病 噴火龍不停噴噴噴 就贏了 很恐怖 噴火龍那個 什麼 很快手 打賣這個拿茲 下個就應該是 要過去 紅蓮島 背背龍殼 油水 空狼 白武這些 沒什麼用了 滅亡之歌 感覺滅亡之歌可以用 滅亡之歌可以用 感覺 可以試一試 OK 不用死 大攝杯 暗房 龍之路 龍之路 龍之路其實沒什麼用 但也好過用叫聲 某程度上龍之路 在打那些岩石是有用的 但這個時候已經沒有這個需要 不過我還是先拿著 不說這麼多也先拿著 照份火可以了 30% 可以 然後這裡有一隻急凍鳥 急凍鳥 其實我也可以先捉 急凍鳥 可以先捉 因為它好像有深眼 我想測試一件事 嘩 不行不行不行 好像要用大獅球 既然這樣我們用大獅球 因為我不想麻煩 還有大獅球應該不會用來捉其他重 所以我不會去捉超夢夢 即是不會去打華南道館 華南市那邊的華南洞穴 我未必會打 OK 完成 這個時候我又可以上回去 應該就到終點了 對 到終點了 OK 向左走 繼續 好 成功來到熊年島 熊年島 第一步應該要先進去豪宅 然後我rose 只有開著而已 唉呀這個不用這麼小 對呀不用這麼小 然後就跳下去 我記得是左邊那個 我以防滿 показыв我化 應該是 應該是 噴火 打天王會70呢? 通常是速通才會用到這些方法 即是五星死一隻 先開這個 之後我們再繞路 進這裏 再開這個 14 拿這個 鎖匙 接著陽光烈焰 沒什麼作用 接著再回頭開這個 OK 完成 OK 現在我們可以離開 好 之後就可以進去道館 然後這個道館除了 你可以選擇跟他對戰之外 你可以選擇回答問題 答對他就會打開刀門 答錯就要打 這裡如果我們夾爆他就會對戰 所以其實對戰對我來說都沒什麼所謂 因為我當是升級 是沒什麼問題 大家都是火系他又打不贏 好 而且我有這個飛行技能 這個打擊點 這個打擊面是差很遠的 如果我只有火系 就應該會輸 因為對面有引火的技能 OK 輕輕鬆鬆 好 這個 一個飛行攻擊 次防攻擊 剛才竟然打不死 不過可能是因為太低 不是 太低攻 好 繼續 到你 差不多回去回血了 我想我們打到他差不多尾的時候 就回血了 好像是打完這個就回血 去到尾 下巴了 既然是剛才回來回血再打 順便買些藥 這裡 買10支這個 10個重生 這麼多 其他一些不需要 買重生藥和買一個200血藥 然後我們挑戰下巴 這個機器會有什麼說 下巴和富士老人的照片 好 來 好 看看這個非洲板底下 下巴會不會對我造成一些威脅呢 應該沒有什麼 畢竟大家都是火系 小火馬 比較難打一點點 OK 我竟然可以一下秒 你二馬應該一下打 應該要分兩下打 最後是鳳神犬 鳳神犬威嚇我們轉一轉 我們沒有什麼 算了 我們轉一轉 猛狀 猛狀 這裡出啟暴龍 接著用個 滅亡之歌會怎樣 大字少應該死不死 死了 直接秒了 我快點 這樣應該贏了 沒問題 這裡一個屁股 搞定 三地鼠的速度 行 三地鼠速度不能輸 他迫我去一支島 這個位置 所以 好像要先弄一弄一支島這個劇情 這裡就打三支島這個劇情 沒有什麼特別的 下巴都贏不到我 這些兵仔會贏到我 沒什麼可能 56呢 全部都是泥 如果我一下子打不死他 我就不怕 只要他一縮小 融化 OK 融化而已 沒問題 OK 他要找那個人是不是在裡面 好像是森林最入 看這裡 這個太誇張了 催眠了 搞定了 現在我們可以回到紅蓮島 好 之後就可以繼續我們的旅程 我們現在就要飛回去上潘市 上潘市現在找把木老大 起來了 把木老大就是地面系的 比較多地面系精靈的管主 對我來說沒有什麼特別的 對我來說也是 我們的噴火龍是任何東西都可以摧毀他 這個level就是 還有什麼秒不到 我想知道 除了一些很硬正之外 不過如果打龍蟹應該未必可以 龍蟹應該未必打得贏 這隻也打不贏 噴火應該死吧 OK 你看噴火多強 高的20是不同的 噴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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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有的話噴兩次 輕鬆吧 沒問題 再噴 再噴 哈哈 實在噴火太誇張了 噴火 是不是沒什麼技 兩招 兩招我們回一回 因為待會打板龍應該要用很多招 我先預計他的重 龍蟹都多血 我未必可以一下子打得死 所以 未必夠用 這些飛行技可以打 藥屬的話 沒問題 60 超級等級壓制 好 來到把木面前 我們可以 打爆他 鐵甲西牛 這隻就一定一下子不死 差15 啊 一下秒 這麼誇張 這隻呢 這隻也是一下秒 我這麼厲害嗎 我這麼高嗎 其實這個特攻 也不是高的 算是低的 算低的 算低的 來多一喉 嘩 嘩 哈哈 哈哈 是不是真的厲害成這樣 為什麼可以這樣秒光 厲害成這樣 噴火 我猜不到